入秋後是大閘蟹上市的旺季 本港市面上均已開始熱賣 但本部早前直擊 有母池有食環處相關書面許可的街市相反 竟然公然出售自稱來自日本的大閘蟹 食環處自2018年9月起規定 所有銷售大閘蟹的商戶 必須令有食環處簽罰的戒背類水產動物大閘蟹售賣許可證 本部記者根據許可證的名單 日前去了油麻地街市視察 並以顧客身份向地上一間標榜有大閘蟹出售的雜貨店查詢 不過店員就指示記者 想要買大閘蟹就要到一樓那裡選鞋 記者按照指示走上一樓 一男一女的店員立即上前熱情招待 雷店員更加重點後一個大雪櫃 拿出一個裝滿大閘蟹的膠籠 150元一隻 150元一隻 150元 我知道150元送給我 多少個? 多少個? 6兩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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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來的? 6兩戶 6兩戶 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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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記者目測有關的大閘蟹蟹身 並未綁有陽情湖專屬的防藝蟹購 環顧四周店內的當眼處亦都不見貼有可以出售大閘蟹的許可證 但是就掛有一疊印有陽情湖清水大閘蟹字樣的膠袋 到底現在市面上有沒有江蘇陽情湖的大閘蟹可供出售呢? 我們看看持牌蟹商怎樣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蟹都是在國內 主要來說都是在江蘇的蟹 如果你說是否有陽情湖來呢? 暫時未有這個消息是有陽情湖來 到了香港 因為基本上有這麼多個養殖場 要在香港轉冊了 合格了 香港食環人署 常常要去看看他的項目 有沒有這個養殖場 然後再複驗之後 合格了 才可以在市面賣出去給消費者 變成了來說 暫時這幾年 陽情湖和泰湖的蟹 暫時都沒有一個正式的合格養殖場 沒有出得到 如果你說市面有陽情湖的蟹 就應該是謠傳而已 就不是新的 情形就是這樣 食環署接獲本部查詢後證實 記者所到的油麻地街市一樓店鋪 並沒有持有廚房簽法售賣大閘蟹的書面去可 即是無牌出售大閘蟹 不過食環署就說 巡查之後 並沒有發現店鋪有出售受限制的食物 只是提醒負責人不得違反食物業的規例